华文六年级 单元一 我现在就付诸行动 课文朗读 我现在就付诸行动 一张地图无论多么详尽 比例多么精确 它永远不能代替主人移动半步 任何财富宝典 哪怕神奇无比的羊皮卷 也永远不能代替我们创造财富 如果没有行动 我们的观想毫无价值 我们的计划秒无尘埃 我们的目标遥不可及 一切的一切毫无意义 就如花苞不舒展 我们永远不知道花朵开得多灿烂 我们常常果足不前 因为心中的魔鬼拖延 总是作祟 想要前进 必须毫不犹豫 现在就行动 即使前路齐驱 但因为昂首挺胸踏出第一步 就有第二步 第三步 即使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了 我们也会勇敢地站起来 我现在就付诸行动 不把今天的事情留给明天 即使我的行动不会带来快乐和成功 但是行动和失败总比若以代比好 行动也许不会结出快乐的果实 但是没有行动 我将一无所获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家时间银行 每天早晨时光老人都会自动为我们存入八万六千四百秒 一到晚上 他也会自动地把我们当日趋制掉的光阴全数注销 没有分秒可以转存到明天 我们不能提前预知片刻 也不会延后享受疫苗 日月运行 星辰灿烂 我们应该善待时光老人的投资 珍惜当下 以今天换取最大的健康快乐与成功 我们要记住萤火虫的启迪 只有在展翅的时候才能发出光芒 我要成为萤火虫 即使在艳阳高照的白天 我也要发出光芒 让别人像蝴蝶一样鼓动翅膀 好夸夺地施舍生活 我要做萤火虫 照亮大底 我现在就付出行动 立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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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以后 我要一遍一遍每日每月重复这句话 直到成为习惯 好比呼吸一般成为本能 好比眨眼一样 自然而然 有了这句话 我能调整自己的情绪 迎接每一次挑战 我现在就付出行动 昨天已成为历史 明天则遥不可知 而今天是一份礼物 所以英文法现在称为present 我要珍惜这份礼物 我现在就付出行动 我现在就付出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